德国总理萧茨周日启程前往华盛顿 预向美国表明 德国将与美国及其他北约伙伴站在一起 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 他同时接受华游专访一一澄清 将调与盟国一致向恶传达信息 经济与军力贡献没少过 另外萧茨还将在一周后 也就是14、15日 先后访问乌克兰及俄罗斯 获悬污厄紧张局势 2022年是美国其中选举年 共和党有信心红潮在线 充实参众两院多数 美国联邦中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周日表示 如果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中获胜成为多数党 共和党将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 并调查COVID-19病毒源头问题 中共的精灵政策影响政扩及东南亚国加民众生计 由于中共极端防疫措施 包括关闭中国陆地边界及对货物的严格检查 使越南、缅甸、泰国的大批水果难以运送以及贩卖 其中又以越南火龙果状况最态 冬民血本无归 还因此背负庞大债务 缅甸西瓜以及泰国龙眼大批腐坏 泰国榴莲还得想办法获得许可才能出口 澳大利当局6日表示 当地三天内发生超过100次的雪崩 有9人因此丧命 另外南欧希腊滑雪圣地也发现三名冰攀好手的遗体 当局正在调查是否和异常大雪后的雪崩有关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